1983年9月13日 被称为东北二王的王宗坊 和王宗伟兄弟两人终于被击毙 短短七个多月的时间 这两名小毛贼竟然接连打伤打死几十人 逃窜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 也因此后来有人说 为人不识二王室 要谈汉匪也枉然 而为逮捕两人 国国公安部发出了建国以来 第一张A级通缉犯悬赏令 并且出动包括军队在内的两万多人 这便是震惊全国的1983年东北二王事件 那么东北二王到底是何人 他们又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穷凶极恶的东北二王 在这之前 希望您能动动手指头点赞加关注 给我一个支持 东北二王的故事还要从案发当天说起 也就是1983年的2月12日 这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当天正好是阴历大年三十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为寒冷的东北沈阳 增添了一些热闹的氛围 然而这样的喜庆氛围 很快就被打破了 当天中午 沈阳空军463医院 一前一后混入两名行窃的男子 他们鬼鬼祟祟 潜入军医院的小卖铺 趁其不备将几条烟塞入外套内 然后又拉开放钱的抽屉 将里面的百元大钞 以及一些零散的票子 全都装进口袋 两人的作案手法非常娴熟 很快就完成了偷盗目标 并离开了小卖铺 准备悄无声息地离开医院 然而两个人的行踪还是被发现了 要是平常的医院 两个人的行为举止 或许不会引起怀疑 但他们盗窃的可是军医院 活动在这里的 大多都是训练有素 感知敏锐的军队人员 因此有人很快就察觉到他们的异常 并将两人强行带到了两间外科室 分别进行盘查 结果不出所料 从两人身上搜出了一千多元现金 香烟等盗窃物品 这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可令谁也没想到的是 个子稍矮的男子 在这时候突然掏出一把手枪 对着医务人员周某开了一枪 周某当场倒地身亡 这一幕发生的太突然 导致在场的医务人员 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持枪男子又趁机闯入另一间壳室 并开枪扫射 又有三名医务人员当场死亡 以及一名医务人员受伤 此时医院已经乱作一团 两名罪魁祸首趁乱 不忘拿走那些钱和几条烟 然后迅速逃离医院 不过在慌乱之中 一张工厂通行证 也被落在了案发现场 这一切前前后后不够几分钟的时间 两个人就杀害了四条人命 此时一出震惊沈阳老百姓 同时也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理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竟做出这样凶残的事情 有人猜测必定是穷凶其恶的人 然而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 他们既不是黑社会 也没有什么组织势力 只是喜欢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的两个混混 而且两人还是亲兄弟 高个子的叫王宗芳 稍矮的叫王宗伟 故这起案件被称为东北二王事件 至于他们为何有枪并做出杀人的举动 这还要从他们本人的经历说起 二王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秉性 其实是源于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母亲是一名中学老师 按道理来说 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应该是品行兼优的孩子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位母亲身上 他们的母亲非常溺爱两兄弟 并且常常互短 这让两兄弟从小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 首先就是哥哥王宗芳 从小就常常做偷鸡摸狗的事情 并且混迹在闹市中偷包行窃 窍门砸锁 而在他被抓包时 他的母亲不仅不教育他 甚至还包庇他 1979年 在沈阳大东区疗沈卫生院做药剂员时 更是因爬窃罪被判刑了三年 其次是弟弟王宗伟 从部队退伍之后 他被分配到沈阳的一个工厂 担任材料员 这也就不难猜测 两个人的作案凶器是从哪里来的了 与哥哥王宗芳不同的是 王宗伟看起来身材瘦小 性格又文静 平时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 其实这些不过都是他的伪装 以因此当警方找到了他所在的工厂领导时 得知王宗伟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 厂领导很是震惊 可见他非常的擅长伪装 正所谓慈母多败儿 二王正是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 养成了扭曲的性格 并造成如此大的悲剧 之所以会发生医院这桩惨案 则是因为在案发之前 哥哥王宗芳刚刚被刑满释放出狱 但他依旧不改本性 兄弟两人又凑到了一起 狼狈为奸 蓄谋新的盗窃对象 王宗芳本就在医院工作 熟悉医院的环境和情况 王宗伟又当过兵 因此两人商议之后 决定将目标定在 沈阳空军463医院的小卖部 偷些钱和香烟等物品 只不过两人未曾想 竟会这么快被发现 最终才亮成了这桩令人震惊的惨案 案发当时 医务人员就立即向派出所报了警 沈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 立即出动20多名民警 伴随着警车的鸣笛声 赶到了463医院 不过行凶的二王行动迅速 早已经逃之夭夭 经过对现场的勘查 警方发现了那张工作通行证 上面写着王宗伟 26岁 工人 沈阳某工厂材料员 于是警方立即按照这张通行证 查到了二王的身份信息 并找到了他们的住址 但住处哪里还有他们的影子 占有金钱的欲望 追求物质享受的恶念 驱使他们乔装打扮 开始了逃亡生涯 案发后三天 也就是2月15日 二王乘坐火车47次列车 准备逃往外省 当天晚上9点 当火车行至湖南衡阳南 30公里的溪里平时 列车员例行检查时 发现乘客王宗方的包里 竟藏有手枪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一旁的王宗伟 立即拿起手枪 对准列车员开了一枪 一旁的乘警眼疾手快 一把推开了列车员 乘警不幸重担受伤 此时车厢里的乘客 已经吓得懵了 丝毫不敢恶动 二王手持枪支 对着前方的乘客 大声向列车员要求停车 列车员立即将这一情况 汇报给机车乘务员 火车紧急破停 二人迅速跳下车逃窜 17日 两人又辗转 逃至衡阳野金机械厂 藏匿在厂内的楼房里 准备在这里过夜 当晚 厂干部五国英例行检查 意外发现两人 并察觉他们似乎携带有手枪 于是立即下楼 向上级汇报 与此同时 二王也发现了一场 于是尾随下楼 并抢夺了一辆自行车 逃出该厂 此时 厂员张叶良 正从正门走进来 他将两人误认为 盗窃自行车的小偷 于是立即追了上去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两人是手持枪支的 穷凶极恶之人 也因此 张叶良被一枪打死 同时 还有其他三名员工也被打伤 二王再次成功逃脱 半个多月之后 两人已经逃到了外省 湖北武汉 但他们依旧没有收手 3月3日晚上 他们潜入武汉第四医院里疗室 准备在这里过夜 当天晚上 十七女医生周健元 来医院取东西 不料被两人打晕 并惨遭杀害 到此时 二王在短短数天里 已经打伤打死数十人 可见其凶残程度 与此同时 他们的所作所为 早已经传遍了整个沈阳 也因此 两人再不敢轻举妄动 竟一时间失去了踪迹 直到三月底 又发生了一件大案 二王再次出现了人们的视野中 3月25日当天 两人一勤以后 出现在武汉戴山检察站 准备再次逃往其他省事 不过 当时执勤民警李新颜 和民兵雄继国 敏锐地察觉到 王宗方行为举止异常 于是将他带到房间里审问 这一查 才发现他身上的手枪 一旁的检察站站长王云 立即掏出枪指着他 李 雄 则当即控制住他 准备夺过他的手枪 可就在这时 王宗伟直接闯入检察站 对着民兵民警扫射 检察站顿时尖叫声四起 乘客下的四散逃命 王宗伟则趁乱 抢走王云的手枪 与此同时 如此大的动静 也立即引来了 戴山派出所的民警 可面对警察 二王毫不畏惧 直接与民警打起了枪战 边打边退 退至路边时 恰巧一名工人骑车经过 王宗伟立即抢回车子 二人再次逃走 这次凶案 导致战长王云 李 雄 还有一名民警 以及那名路人 全部当场身亡 而逃窜在外的二王 从此在武汉销声一击 再也没有人知晓他们的行迹 在警方的追捕网络中 也失去了踪影 为了尽快将二王抓捕归案 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从三月底开始 全国大街小巷 开始张提上了 带有二王照片 以及悬赏2000元的通缉令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自建国以来 我国公安部发出的第一张 A级通缉犯悬赏令 足以可见警方对此案的重视 通缉令发出之后 一时间人心惶惶 因为两人给当事人们的震撼 不止在生活和行动上 在心理上 也留下了很多阴影 王宗方和王宗伟 原本两个普通人 既会如此凶残猖獗 让老百姓感到 生命的威胁尽在咫尺 因此 有关二王的谣言和传说 满天飞 将两兄弟说的是神乎其神 到此时 沈阳派出所内的氛围 却尤为紧张忙碌 自从通缉令发出之后 提供线索的电话 一个接一个 心函一封接一封 警察每天都能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检举线索 这就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逐一进行核对排查 直到水落石出 但二王的踪迹 始终没有一点消息 甚至两人是死是活 也没人知晓 对此警方不敢有一点松懈 他们转变追捕方向为纵深 活要抓人 死要见尸 并联合湖北 湖南 江西 江苏 安徽 河南等几个重点省 进行大范围的搜捕调查 随着警方追查的范围扩大 二王的凶残人生 也迎来了末路 1983年9月13日 在江西的广昌县 终于发现了二王的踪迹 当天广昌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刘建平外出时 突然发现路对面的杂货商店 有一个着装怪异的男人 戴着草帽和黑色眼镜 依靠在一辆满是泥土的自行车上 不一会儿 一个个子稍矮的男人 从杂货商店走了出来 接着两人一前一后 骑着自行车 又在一个香烟摊前停了下来 向摊主买烟 而在这期间 高客子不停地四处观望 两人的奇怪装扮 以及不寻常的举止 引起了刘建平的怀疑 于是他也走到了香烟摊前 假装买烟 以此近距离观察两人 只听两人说话口音 明显是外地人 而且讲话声音压得很低 买完烟之后 两人又继续前往 另一家商品店购买食物 而刘建平确定两人肯定有嫌疑 于是他立即跑去派出所 汇报这一可疑情况 公安人员立即出动 在离县城三公里处 协助了两人 两人意识不对劲 当即掏枪扫射 并汽车而逃 而在他们丢弃的东西里面 警方发现了两把枪 经过核对枪号确定 其中一把正是二王 从武汉戴山检查站站长手中 夺走的那一把 因此广昌县民警确定 这两人就是被通缉的二王 广昌县民警 立即将这个消息上报 最终得知这一消息的 沈阳派出所也派出人员 在广昌县成立围剿二王的指挥部 包括民警 民兵 武警等 人数高达两万多人 组成四个包围圈 在上级的指令下 大部队立即出动 是要将两人围监在广昌 此时 逃窜数月的二王早已经筋疲力尽 他们的踪迹被长桥公社 一名女社员发现 并察觉出异常 于是 这名女社员 立即将这一消息汇报给了上级 这一线索 也为围剿部队确定了搜捕范围 广昌南坑山 于是 国防又出动了军队和民兵 将这座大山严密地包围了起来 另外 还架起了两个榴弹炮和三挺冲锋枪 另一边 在紧挨着干男的福建建宁 也调动了一个师的秉立部房 同时 有几千人被分成数十个小队 向山上展开拉网式搜捕 直到18日这天 驯犬师谢竹生 终于发现了两人的踪迹 原来在搜捕到山腰处时 警犬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两人就藏匿在山腰的一个窝点里 只是用草掩盖住了 从外面看 十分难以发现 外面的动静 立即惊怒了藏在里面的王宗伟 他向外开枪 周围的搜捕人员立即安静了下来 使王宗伟失去了开枪的目标 紧接着 谢竹生示意警犬扑上去 死死地咬住王宗伟的手 然后他整个人扑上去压住王宗伟 并抱着他滚下了山 可在这时 王宗伟突然开口说了一句 我是好人 什么意思 就在谢竹生不明所以的时候 王宗伟突然开枪 原来这是两兄弟之间的暗号 意思是让对方开枪 不过王宗伟的枪声 也立即暴露了他的位置 警方立即回击 王宗伟当场毙命 而此时的王宗伟也已经身受重伤 被警方制服之后 从他的身上搜出了 二十多发子弹和一个匕首 在他的小腿上 还搜出了两人 投掷江苏江音士时 在百货公司抢劫来的两万多块钱 如今只剩下一万多块钱 另外在装前的袋子里 警方还发现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明显是美国亲戚寄给他们的 也就是说 两人正准备逃往境外 不过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王宗伟在被逮捕两小时之后 也因伤身亡 一时间 寂静的大山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围剿部队欢呼雀跃 搅得全国人不得安宁 人心惶惶了七个多月的东北二王 终于迎来了结局 后经法医检验 两个人的胃力早已经是空空如也 他们在最后被追捕的日子里 每天四处躲藏逃窜 亡命之徒的下场 与此同时 新中国第一张悬赏通缉令 也以圆满的结局画上了句号 不过对于我国行政网络的健全来说 这一切还任重道远 正因为东北二王案件 也催生了我国武装警察部队的责件 另外悬赏通缉 特警 道路检查 拨打110等 也在这之后逐步健全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二王案件的意义非常重大